今年三支国中获选新北市教育局创客社群学校 因此就有更多的教学资源以及设备的挹注 三支国中秉持着创客资源共享理念 在今天团队来到的三支国小带来隧形灯片 要来教小朋友做隧形灯 小小的隧形灯片却可以变化出多元造型以及温暖的灯饰 学生们都迫不及待要动手拼凑相当有约 三支国中的创客教学团队制造课 今年获选新北市教育局创客社群学校 为此有更多的教学资源设备来挹注 秉持着创客教学理念与资源共享 三支国中制造课总数校园 计划要到三支国小新华国小横山国小 以及邻近的小学做创客的推广 今天团队来到三支国小带来隧形灯片 要来教小朋友做隧形灯 制造课的整个课程的规划里面 我们一直掌握了创客的三个元素 第一个就是动手始作 所以我们给的资料 都是让小朋友 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一些操作的 那第二个就是两个人以上的合作 那所以我们给的东西 小朋友他们都可以彼此互相讨论 互相观摩 然后互相帮助 那第三个当然因为是创客 所以当然要有创新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刚刚我们的老师 有安排了一个简单的 有奖增达的一个过程 让小朋友可以得到一些 不同颜色的一些隧形片 那等一下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 不管是在形状方面 或者是外观方面 都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成果出来 先从隧形灯的原理来由开始讲解 灯片的质地组成以及形状数量 都会左右组装方式的不同 最后看到影片的拼装教学 制造课给学生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创客是共同两个人以上的学习 合力完成互相协助 还有小老师只是辅助教学 大多数的时间学生要自我学习与理解 最后完成创客作品 我觉得就是把一种经验分给学弟妹 然后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有一样的学习 很有趣因为可以学到其他课堂上没有的东西 就可以知道自己在做的时候有什么困难 然后多帮助一些其他人 因为很有创意 就是可以学到新的 那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碎形灯 让小朋友他可以做创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跟一个作品 那希望我们三支国小或者我们三支区 所有的跟我们三支国中一起进行创客的一个伙伴 大家都能够一起享受创造的一个过程 那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创客 而制造课的小老师们全都是由三支国中的孩子来担任 在国中学习过后带来知识与国小学弟学妹分享 除了习得创客多元智能 还学会资源分享 也透过教学过程观察得到更多的回馈与知识 三支国中期待制造课团队能在资源共享下 与共享的学校一起吸收智能彼此成长 记者拉平函三支采访报道